現在大家素材會叫進來 我們就自己做一個 以前我們是開一個新的 或者從 Illacrator Photoshop 把 專案檔 他的原始檔叫進來 去採這個盒子 那現在的話我們就來試看看 另外一個方式 因為這張圖片 其實檔案沒有大 你看只有736乘48 如果我想要用這個 我要開一個合成 再去改成他的尺寸 改成他的長度 比較麻煩 你要多好幾個步驟 所以我們有一個方式也可以產生新的合成 怎麼做呢你按著他 往下拉拉拉 拉到這裡來這個 有沒有 你丟到這裡面來 這樣一丟 就會產生一個新的合成 而且這個合成 有一個好處 你用這種方式的 第一個 你的尺寸 會跟你的素材 一模一樣大 也就是合成的Size 第二個 你可以看一下下面的時間 他的時間長度 會剛好跟你的 影片一樣長 就是10秒鐘一個 這樣了解嗎 我們如果不確定 你可以到這個地方 Completion Completion setting 你看這個尺寸 這個長度有沒有一樣 所以如果你的素材 我叫進來了 我就是要以這個當作是我主要 使用的 影片大小 跟長度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當然如果你不是影片 他預設還是30秒鐘 比如說你只有一張圖片 不是只有這種的連續圖長才可以喔 你的影片 你的單一張圖片都可以這樣產生一個新的合成 這樣了解 所以我們現在學了就有三種方式 可以產生 那我們現在把場景安排 怎麼安排 我們 剛剛有給各位看一下我們有一個是亮的雲 一個是爛的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在這邊也會有兩個塗層喔 那為了方便你辨識 我們希望你可以把塗層 做一個命名的動作 但是 各位不好意思 這邊跟 Photoshop以老衰的不一樣 Photoshop以老衰的你怎麼重新命名 直接給他點兩下對不對 我們在AE裡面不能幹這種事情喔 點兩下 Photoshop 感抱歉他只是打開這個圖寸給你看而已 你要重新命名 請你在他的上面 按滑鼠的右鍵裡面 或者是 你拿我們 鍵盤上面 鍵盤上面 英文的這邊的 Enter 不是數字鍵喔 數字鍵 不行喔 這樣子 那你可以用中文的名稱 沒關係 比如說這叫亮的雲 好 有沒有 像這樣子 你叫Enter 就命名好了 那 這個圖寸我要複製怎麼辦 你可以Ctrl加C Ctrl加D 但是呢 我們要複製圖寸有一個更快的方式 就在這裡 他的快速鍵叫Ctrl加D 那Ctrl加D就等同Ctrl加D加Ctrl加V合在一起 這樣可以 所以他的英文 duplicate 所以你可以發現 快速鍵有沒有Ctrl加D 按下去 那我這個 一樣 重新命名一下 這個叫做 按個V 好那亮的 我要維持在上面 然後按的我放在下面 所以我先把它調整一下 來我等各位一下 好不好 現在大家都已經安排好之後 那我們要 亮的雲沒有問題 它本來就亮的嘛 所以你可以拉動時間軸 這樣就會動了 OK 所以我先把亮的雲 眼睛先關掉 這裡有個眼睛有沒有 好 所以不用處理它 我來處理暗的雲 那你想看看 雲要變暗 代表怎麼樣 我要處理一件事情 因為他的 這個 後面 我們的背景 是不是都是黑色的 所以我只要把它透明度 調整一下 他就會看到後面的黑色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這邊做的 是一開始 並沒有變暗 是怎麼樣到後面之後 是才慢慢變暗 所以我們 透明度的變化不見得一開始就要做 所以我來這邊 來把他打開 打開 我們透明度是哪一個 這是opacity 對不對 所以呢我不用從第一個 時間點我把往後退 比如說 我想要從大概 因為總共時間10秒鐘 我大概從第3秒開始 我才想要 開始做這個蛋 粗的 就變黑的效果 所以我從這邊 按一下 好 然後呢大概做了 2秒鐘之後 就讓他變暗 因此我會有一個前面3秒鐘是 標準的 然後後面有沒有開始變暗了 這樣了解 好所以 我們先把這樣的 動畫先完成 記得喔亮的雲要先關掉喔 不然你做下面的 永遠都是亮的 為什麼 因為你看錯 看錯塗層 好不好 所以那個亮的雲的塗層 麻煩你 先把他眼睛關起來